赵丽额预产期定在3月3日了吗 家人全程陪伴 赵丽额在哪家医院生呢 据港媒报道有消息指出 赵丽额亲属透露赵丽额的预产期 在3月3日 并表示赵丽额已经进入了上海人情医院待产 家人都在身边陪伴 此前曾有爆料说 赵丽额已经顺利产子 随后赵丽额方否认 2月26日 有网友发问爆料称赵丽额顺利产子 对此有媒体向工作人员求证 对方表示 假的 冯少峰工作人员回应称 没有呢 感谢关注 还在期待中 近日 据知情人士爆料称 赵丽额3月要生宝宝了 且怀的是男娃 她与冯少峰已经选择好日子 准备抛妇产 举其赵丽额入住的医院 是其闺蜜谢娜介绍的 并了单人豪华VIP产房 并且该医院的安保也做得很好 相对能保护到民情的隐私 此外 还有网上爆料称 赵丽额因为怀孕 掌控了很多身材较急 身材较之前 苗条的曲线走扬不少 害怕媒体拍到自己发合的照片 于是近期一直保持闭关状态 所以最近很少看到网友发帖声偶遇她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